詞曲 李宗盛 大眾支持人 向法師鼎吟 早文群 大眾鼎吟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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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周四 在師父還沒有開師之前 我們有錄影 有帶走移電話的 都請調適禁禮或關機 我們今天非常有幸 可以請到新鮮法師 來自台灣的新鮮法師 為我們繼續講若菩薩行物 我現在不需要再介紹師父了 我們直接請師父開始 我們要請回到福祉 各位請 多請 南無本師世世家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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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上聖生為妙法 百千萬千難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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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無來真實意 願解無來真實意 禮禮文書菩薩 禮禮文書菩薩 菩提心妙法 為神令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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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神令監固 以神令監固 以故令增長 以故令增長 骨时等諸福德 以我施等豈福德 慰益眾生 愿成佛 諸佛聖法 鹹生件生 值事無提我位 這行為 вещ 以我施等卒福德 以我施等顯3 以我施等疚福德 為乎眾生 愿成佛 为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先圣生 直至菩提我归一 以我施等诸佛德 为众生愿成佛 各位请报答 那么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一个文呢 这个叫做发菩提心文 是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我们要上课之前 我们要发起菩提心呢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来学习佛法 并不是只求个人的解脱 而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有能力 把这一个 所有一切父母众生都能够度到平安 所以在此我们发起这一个菩提心 那么我们所学习的这一个课程呢 是入菩萨行论 简单的讲叫做入行论 也就是说如何如理如法的 进入菩萨的这一种修行 因为我们既然发起了这一个菩提心 那你一定要许持这一个大清法 大清法基本上就是六度 所以这里祝菩萨行论呢 他最主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如何如理如法的行持六度 行持六度波罗幣 因为很多人懂六度 但是不见得真的懂 而且即便是懂 但是也不知道该如何行 就是说没办法做出来 没办法走出来 那么这个入菩萨行论 他是由今天菩萨所做的 今天菩萨他是一般世纪左右的这一个人 一般世纪左右的 那么我们这个入菩萨行论 他总共分成了十品 总共有十品 我们今天才要讲第二品 总共有十品 那总共有913个祭送 因为将近1000个祭送 所以也有人讲说 这个入菩萨行论叫做千送文 千送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一个 这个章节评论的这一个安排 这个入菩萨行论呢 这个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菩提心未生 未生期 第二部分呢 是菩提心已生 然后要让他兼顾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菩提心已故 然后还要领征着 第四个部分 就是为了利他 而把所有功德做一个违向 那么第一部分的这一个 这一个菩提心未生命升起啊 为了要让大家能够 顺利升起这个菩提心 因此呢 这一个开章里 这就先讲菩提心的功德 这有点像是 这个怎么讲 用这个利益去勾吧 用利益勾呢 来勾引大家 来学习这一个菩萨行 但是也不是说用这个利益勾 把各位勾起勾来学习了以后呢 并没有实际这样的利益 这个也不对啊 因为这个菩萨行方 菩提心绝对他的利益是非常大 非常大 像我们最近在其他地方 我们在讲这一个 学习奇要 那么就提到 比如说我们讲这一个 阿弥陀经里面 阿弥陀经呢 其实他原本 原本的精品名字 不叫阿弥陀经 不叫佛受阿弥陀经 他原本的精品名字是什么 是称赞不可思义功德 一切诸佛所顾念经 总共十六个字 但是因为精品名字太长了 所以一般人不记者 只知道说 哎呀 这个附经就叫你在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但是有一点的就是说 你要念这个阿弥陀佛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件事情必须得做 否则呢你拿不到 进入这个极乐世界的门票 哪一件事呢 要发起菩提心 生起菩提心 生发菩提心以后 他的功德啊 不可思义 所以这个精品名字叫做 称赞不可思义功德 一切诸佛所顾念 为什么会一切诸佛所顾念呢 因为发起菩提心以后 就是佛种子 你就是佛种 你将来肯定要成佛的 那你肯定要成佛 诸佛要不要顾你 一定顾你 十方诸佛一定都顾你 三世诸佛也都顾你 这一个是一定的 所以这一股菩提心的佛的利益呢 非常大 非常大 那么在我们第一笔里面 我们就讲了这一个 菩提心的这一个功德利益 接着呢 要让各位能够升起 这一个菩提心 也不是说哎呀 讲了功德利益以后啊 然后接着我们就 让大家来生发菩提心 不是 要让各位唱本做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冷洁以来的这种习气啊 让我们的这一种心啊非常的低劣 我们的这个心的树品 非常低劣 这个就像我们比喻 这样子比喻 假设我们一栋房子 这一栋房子呢 过去不曾安装过冷气 不曾安装过冷气 那么现在因为时代的这个进步啊 大家都想要有冷气啊 所以呢 我们也想在这一栋房子能够安装冷气 那么要安装冷气 并不是说你随便打个墙 那你就能装 为什么 如果你这一个墙倒的不好 可能这栋房子要塌下来 倒塌 那么 也不是说哎呀 我找到不是在这个柱子的地方 我装在这个墙 墙的地方 那么也就可以有冷气 也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得考虑 这个呢 进庄在这里以后 是不是啊 这一个整个 整个这一个空气的这一个调整呢 是不是啊 会非常的这种流畅顺畅 所以这个都是要考虑的 那么 第二名叫我们 参吏罪业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累劫以来的这种习气啊 刚巧 难巧 因此呢 要教导各位来做忏悔啊 所以我们就讲第二屏的这个忏悔罪业 那么忏悔罪业里面呢 最 啊 其啊 主要的分成这个四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以共养对峙签论 以共养来对峙签论 所以各位 啊 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行六度啊 第一个先要有布施 对不对啊 啊 那布施大家都只知道说哎呀 布施呢会有很大的功德啊 到底什么样的功德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功德 不知道 只知道有很大的功德啊 啊 那 想一想就 嗯 那我現在供養這一個花 我將來我面貌配成的非常莊嚴 大家想到的就是這一種 有所回饋的一個 並不是真正的這一個供養 或者是布施的爭議 那麼如果說你一向用的是這一種 有所回饋的這種心 我告訴你你的這一個布施呢 功德不是很大 因為它是一種做交易 等於是你做生意買賣的 你布施多少 然後你獲得回饋多少 這個是做生意 那麼我們布施到底我們的功德在哪裡 布施最主要的就是叫我們放下果池 因為過去我們的這一種無品果池 因此呢對我們所喜歡的東西呢 我們就產生了胎 我們不喜歡的東西呢 我們就產生了這種承認性啊 那麼因為胎 因為車而造作很多的這種惡業啊 所以呢當我們行布施啊 其實釋迦威以後是用這個故事 來告訴我們 不要執著 你手上的東西 這一些都是無常性質 放下 所以當你放下的時候 你就已經得了 你就已經得了 舍得 舍得 當你舍的當下 你就已經得了 得到什麼 得到你將來成就大智慧的這一個利益 布施職人物精進產地智慧 到最後我們所要得到的就是 像佛一樣的這一種 這種非常高的這種智慧 所以當你舍的時候 你當下你就得到 得到那一個沒有執著的這種智慧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得 而不是說我現在啊 以一舍一得萬報啊 我現在舍掉一塊錢 然後我將來就會得一萬塊錢 不是好不是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呢 就是以這個頂禮呢 來對峙火慢 那因為我們呢 每一個人這一種根深蒂固的 這個火慢的心感非常強 總覺得自己還沒有一起 所以呢 才教我們頂禮 把我的頭放到 這一個人在走的這一個地上 把我的頭放到這個地上 這個表示說我是最低的 你看這一個過去我們有一句話 我們在講說 足下以足下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尊稱人家對不對 也就是格下的意思啊 過去最早是講足下 那為什麼是足下呢 因為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腳底下 那表示自己謙卑啊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以頂禮來對峙我慢 那麼以龜一來對峙邪施 因為過去呢 我們的這一種思想 不認為有月一火的 不認為有三好的 那麼在這一個 以龜一來對峙邪施這邊呢 告訴我們這一個 歸一的意義 然後讓我們身體想要歸一 或者是來加強自己 歸一的這種信念 然後在最後呢 再以視力如法懺悔 你過去所造作的這一些 貪爭吃成本的這一些惡劣啊 必須得具有四力 四種力量 來如理如法的懺悔 那麼才可以講說 懺悔得情境 那麼這四力是哪四力呢 哪四種力量呢 第一個破斥力 就是說你要真正知道自己的這一個 所做過去所做是不對的 然後破斥自己力 第二個呢要有依止力 我們到底依止誰來做懺悔呢 這個像我們社會上的這一些 黑社會的這一些小樓樓 這個小樓樓在外面做了壞事啊 那人家要追殺他啊 那麼他一定要回來找依靠 找依靠 他一定要找一個開朵位 他絕對不會找到他一樣大小的 不會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 最最最最大的 壯最大位 那我們這一個三界裡面 最大的就是最大的就是佛 佛 這也就是菩薩 所以我們不要懺悔 我們也是要依止佛菩薩的懺悔 唱唯以後要以現行對峙力 來對峙我們過去所做的這一些 不如法的這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過去是貪 就要多行故事 你過去是車 你就要多行這個慈悲 然後第四個就是環境 就是把我們 我們已經經過了唱唯 破斥唱唯 然後還有現行對峙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重新發願 發起徒弟心 讓我們自己再重新 再重生 這個就是我們佛教最慈悲的法 唱唯法是我們佛教最慈悲的 每一個人都有重生的機會 而且不管幾次非常慈悲 所以你只要你做錯了 你慘悔了 那麼慘悔就可以得清淨 但是必須得按照這四種力量 好這一個是我們先大略講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再 來複習一下我們上一次所講的 說以供養對峙牽令的這一個部分 那麼供養可以分成食物供養 意片化供養 還有願力供養 無上供養 跟戰敗供養 過去我們已經講了這一個食物供養 食物供養可以分成有主物 就是說它是有主人的 我們想要拿這個東西來供養來供養三寶 必須得用錢去買 或者是用勞力去換取 這一個就是有主物 然後無主物呢 無主物就是三無大地 或者是路邊這一些 不知名的這一些花啦樹啦 或者是大自然的這一些天鵝啦 這一些大自然界的這一些東西 這一些都是無主物的 我們也可以用無主物來做觀想 然後把它給供養的三寶 好那麼食物供養 第三個就是生供養 就是把我自己這一個生命 布施於三寶 聽到這裡可能有一些還沒結婚的 就會起疑惑了 三寶要我們布施我們的身體 你幹嘛幹嘛 沒幹嘛 只是叫你們在三寶屯中多做事 為三寶多做一點事 而不是說你要跟這一個 你要抱一尊佛不上一句 陪著他睡覺 就是這一個 所以如果有這世間的 有一些神問 很喜歡講這一些亂七八糟的 哎呀你身上有鬼啊 哎呀業障深重啊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哎呀為了要幫你清淨 你身上的這些鬼啊 你必須得跟著我一起生母 一年或兩年 好啦你的鬼啊 你身上的鬼沒少 結果又多了一隻色鬼 又多了一隻色鬼啊 所以呢 不要去相信這世間的這一些 這一些宗教神棍的 這一些神棍的這一種話 沒有這樣的事 神棍裡面最主要的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本身 我們奉獻在這一個三寶門中 然後盡量去為三寶做事 做義工啊 或者是有訪會的時候 終點到場啊 像這一些都可以說是 這一個布施我們的身體 那麼這一個布施身體呢 它有一個好處 也就是說 當你把你自己的身體 布施給三寶門 那麼這一個身體還是你的嗎 就不是你的啦 因為你已經把他給出去了嘛 給出去了 所以從今以後 你就只做三寶事 你就不能再做壞事 來 這個就很好了對不對 從今以後就跟這個惡業 斷絕這一個關係 這很好啊 好 所以這一個是講到 這一個食物供養 接下來我們要講 這一個異變化供養 異變化供養呢 它總共有十二種 那麼我們過去已經講了 這一個沐浴供養 然後我們跟這個佛菩薩拉 他洗澡 洗澡不是只有這一個 我們現在看要這一個 威色姐 不是只有威色姐 幫這一個釋迦王一副洗澡 其實不是 其實你可以是每天都幫他洗澡的 因為這有一定的這種儀式 像這個緬甸 緬甸有一首這一個大釋迦士 這一個大釋迦士 這個每天清晨三點 哇 這附近的很多的人 還有遊客 國外的遊客也都來到這一個寺廟 要參加他們這一個早上 遇佛的這一個典禮 每天每天的 所以他這一個遇佛呢 最主要的其實是假戒 藉由這一個幫佛 這一個靈慾的這一個表象的動作呢 事實上這是清除我們自己的 那一間以來的這一些罪業 這一個 你看像那個 我們的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遇佛時候唱的那個 有沒有 我盡管無足不如來 盡知總言 衝佛天 方向上 聖斗 同正如来净法生 对不对 同正如来净法生 然后跟所有的众生离成垢 所以不是说你帮西达多太子洗个澡 你就有多大的功德 不是 如果西达多啊 一年都不洗澡 然后就那一天 让几千个人来洗他一次 我看到脱皮 那样肥呢 不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所讲的这一个末誉 因为呢上一次师父还教过 就是说我们自己每天要洗澡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做观想 观想说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浴室呢 变得非常的这一个复利堂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我们就请这一个佛菩萨进来洗澡 然后你那个销开了以后啊 你就想这个诸佛菩萨已经洗过澡了 然后这个水呢就流到我身上 把我身身 把我身体的内外 一切的这一个过胃 这一些肮脏啊 全部都洗掉 洗外面的污垢 这一些汗水啊 这一些污垢 也洗我们里面 内在这一种恶业的这一种罪业 这一种罪啊 这一个就是沐浴 沐浴供养 用艺变化的 不是真正说 哎呀这一个 真正你要抱佛来洗澡 不是喔 用艺变化 用观想的 那真的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喔 一般世间人啊 进入到这一个浴室以后啊 男的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以后 男的对着镜子就开始看 哇手 那女的呢 就开始抖一抖 看看有没有这一个蝴蝶袖脱了 然后看看镜子 哎呀这个有没有长症 我们一向进入这一个运行 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 我们在沐浴 包括洗澡的时候 我们的观想 是佛跟我们同在一起的 这一些 你非常执着自己身体 美啊 不美啊 或者是 这一个 壮不壮啊 胖不胖啊 这一些问题 你就会放下啊 那这一个也就是 让我们放下这种执着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沐浴之后呢 我们要用这一个 非常柔软的这一个衣啊 来擦拭这个佛的身体 所以这个衣呢 就有个分别了 分别就是说 如果是痛养佛的 你千万不能拿白色的 那你也不能拿那一个 花花绿绿的 所以共养佛呢 就一定是只有这个 坏色衣 什么叫坏色衣呢 加三 只有是加三 加三 这两个名称呢 它是凡我们的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坏色 什么叫坏色 像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 这个就叫坏色 这个是什么颜色 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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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人不可以装穿正色衣 不可以穿正黄 不可以穿正红 不可以穿白 这个是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一定要穿 加三 加三其实不是指最箭 而是指那个颜颜色 那么这个加上可以是黑色 可以是灰色 可以是咖啡色 可以是褐色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蠻传佛教的 它们那一种 又不像橘色 不像橘色的 那一个橘色还深一点点的 这有点像黄色之类的 那一个就是什么 那一个就是红色 再加少许的褐色 看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出家人 必须得穿那个 幻色衣 所以呢 要供养有三好 那衣 那个颜色也是要注意的 好 这一个就是讲到 沐浴供养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这个 受用供养 这一次这个 从这个 受用供养这边呢 才是我们这一次要讲的 好 我们看济诵第十六 济诵第十六说 就是表示你供佛的这个心 是越前进 这个当然就 但是呢 我们有的时候呢 就好像可以用这个价钱 来衡量这个香 对不对 这个香一斤是多少钱的 那个香是一斤多少钱的 那么这个很容易 大家就会用价钱 事实上呢 不需要用价钱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的口袋 深浅不营养 你衡量你自己的口袋 你不要说 哎呀老板你可不可以拿 最好的香出来 老板就拿了他最好的香 他也会遇到大不可 他就拿最好的香 结果呢 你一问 这个香一盒多少 我这边一盒啊 一百块令吉 哇 这么贵 好 那你就拿普通一点的 我看看 普通一点的 五十块令吉 再摸一摸 我今天好像也没有带到五十块 那还有没有再自等一点的 哦有三十块 嗯 还好 我带五十块 那买了这个香 应该还可以有二十块 再做 再买其他的东西 好了 那你就选择个三十块 对不起 你已经买了赤粉 又赤粉的来供服 嗯 这样不对 所以不要去跟人家讲说 我要拿什么样的香 你就跟老板讲 老板你拿多少钱之以内的 多少价钱以内的这一个香 拿老板你拿出来 然后因为他一拿出来 有的时候你很明显 你都可以嗅到这个味道 对不对 啊 你这已经都会嗅到 因为我们的鼻子没有塞住啊 所以你一定会嗅到味道啊 好 但是呢 你不可以说 哎拿了这个香 拿了这个香 我问我看 唉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意思 不可以 所以 这一种行为叫做 偷 因为你是要共索的啊 你共索的 你先这样子 我可以 不对 我可以 所以他一拿出来 你自然而然 闻到的 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这样就好了 唉 不要再去刻意拿起来 我们喔 不要让那个心心大法 知道吗 好 好 这个也是碰香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 需要注意的一点 好 那么这一个点呢 这一个香呢 就让这一个香的 这个香味呢 四处弥漫 然后结成了 像一朵云一样的 苗绕在这个佛 这个上面 那就是用这种 各式各样的这种香云呢 来供养 诸佛菩萨 那么 其实这也只是一种表 表象 这个香 代表的是戒 到底在哪里 你知道吗 人家讲说慈戒亲近的人啊 慈戒亲近的人 大家都很乐意亲近 就像什么 就像一朵花一样 像这一种 这一种高尚 很像是很高尚的这一种 这一种香花 大家都很乐意亲近 一个不慈戒的人啊 大家会把他看起来 像路边的这一个狗屎妖 大家就会很怕踩到 很怕碰到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 你这一个香啊 代表这一个慈戒亲近啊 像我们有一首 这一个战颂 战记啊 这个叫做戒定真香 有没有 啊 戒定真香啊 这一个慈戒亲近的人 大家乐意去谈 还有乐意去看到他了 远远的看到这个 持戒亲近的人来了 好像就闻到他走过来的那种香气一样 所以呢 我们以供养香的这一个功德呢 愿至他众生能够生生世世 持戒亲近 获得戒香 得到这一个戒香 那么这一个供养香 这一个是受用供养里面的这一个地图 也就是义变化里面的这一个地漆了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下半段的说 复现诸神球 我们稍微看一下 复现诸神球 这一个神球呢就是 非常好吃的这一种食物 那么每一个人对食物的这一种感受不一样 每一种感受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吃清淡的 有的人喜欢吃粥口味的 有的人喜欢吃辣的 那么这一个种种的这一种味道呢 其实你只要用心的去煮就可以了 你不要说一定是什么样的这一种味道呢 那倒不一定了 但是呢在经典里面呢 是以这个三白三泉为神学 表示这三白三泉呢 是世间上少有的这一种美味 三白是什么呢 牛奶 还有酸乳 優格 優格 你看那个 我们这边有的时候会做这一个 烟共烟共的对不对 海里面我们都会用到牛奶啊 有的人啊 还有这个什么 酥油 这三个 这个叫做三白 三白 那么三田呢 就是白糖 黄糖 还有蜂蜜 这三田 那么这个表示 这个都是世间少女的这一种真品 那么这个 然后以这三白三田呢 然后再给这一个百贵美妙的这一种饮食呢 奉献给这一个诸佛菩萨啊 然后这一种供养食物的这一种福德呢 愿至他众生的心中呢 都具有被禅月食掌养的功德 为什么这一个食物跟禅月会有关心呢 我们现在的人啊 吃饭的时候啊 都没有专心的吃啊 一边吃饭 一边看手机 这个饭菜还没吃 都先被手机先吃了 先拍个照嘛 对不对 好 一边吃饭 一边看手机 要不然在家里面啊 一边吃饭 一边看电视 所以你吃了什么东西 你自己根本不清楚 所以那一个营养啊 你所吃的那些东西的营养份啊 不太容易吸收啊 然后就会时常造成胃痛啊 因为你没有这个细节慢变啊 就会造成胃的负担 所以胃就会胃痛啊 还有这个晚上啊 因为就是因为你没有专心饭啊 所以要吃很多的食物 不仅吃三餐 然后连晚上睡觉都还要吃 结果呢 因为已经晚上要睡觉了 你又吃了这一些宵夜 结果呢 这些东西啊 就在你的胃里面呢 就不消化 因为没有动啊 不动 我的人不动 然后这个胃也就不太动了 尤其已经上了年纪的人 最好晚餐少吃一点 不要再吃小夜 晚餐又少吃一点 这样的话 你的胃就会比较舒服 要不然呢 你看看 我们晚上吃了这些东西以后 没什么 也没什么活动啊 没什么工作 没什么做工啊 结果这个食物呢 就同积在你的这个胃里面 你的胃就变成了收水桶 那这一些收水桶 这一些胃里面的这一些东西啊 经过八个小时 隔天早上起来 已经早就坏掉了 已经早就坏掉了 所以呢 你看我们的胃都被我们搞坏了 就是这样子 那假设我们吃饭的时候非常专心啊 你非常专心你可以好好的去体会 你所吃的这一个食物 它的这一个营养 它的这一个美味 这个就是残月发喜事啊 还有一个有做经验的人啊 他对食物的这个要求 也不会太高 也不会太高 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让肚子不饿就好了 他不会需要很多的食物 为什么 因为他利用打坐 利用静坐这一个啊 去让他 让自己的身体得到这个掌养 得到掌养啊 好 这一个就是 这一个受用后苗的第六 也就是意变化后苗的第八 神修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 这个在大方网红华言经里面啊 就讲进行品 就讲到有关食物的这一些观 这一些啊 这一种这种发愿啊 说若得美食啊 当愿众生满足情愿 心无羡慾 如果我们所得到的这一个食物啊 是非常好的 那么应该也希望 所以一切众生啊 都能够得到这一个好的食物 然后满足他们所需要的 然后心里面呢 再不会去摊给别人的东西 心里面能够满足自己眼前所拥有的 好 得不美食 当愿众生不获得珠珊玫瑰 所得到的这个食物啊 假设他们不是很好吃的 那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心啊 病灾 这一个吃食物 只是让自己的这一个 解除自己饥饿的这一个病而已 所以要处在这一个三内味 这个三内就是平等就是病 所以啊 就只是在这一个吃啊 在他原本的这个这个吃而已 这个食物是 你就不要再对这个食物生气 这个哎呀好啊坏啊等等的这些想法 平等啊 食物就是食物啊 吃饱就好 好 得柔软食 当愿众生大悲所需心意柔软 如果吃的是西班啊 非常柔软的 吃的是面线非常柔软的 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啊大悲所需呢 心意柔软啊 大家的心都要非常的柔软啊 好 得出色食 当愿众生 心无染灼 绝世和爱 很粗糙的这一些食物啊 也是一样啊 那么希望所有的众生 心无染灼 不要 不要 虽然我们吃的食物很粗很粗糙 但是我们的心不能跟粗糙 不能去嫌弃它 不能去嫌弃它 好 然后绝世贪爱 这一个 把这一个世间 世间好坏的这一些想法啊 见到好的就贪的这一种想法 把它批断举的 若饭食食 当愿众生 残月为水滑行充浪 所以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如果你专注的这一种吃饭啊 你不必吃很多 不必浪费食物 然后你还可以得到非常这一种 这一种非常喜悦的这一种心啊 好 若受饭食 当愿众生得火上会干不满足啊 然后我们所吃的这一些食物 都有它独特的这一些味道 酸甜苦辣啊 等等的这一样这一些啊 那么不管什么样的味道 当我们吃到的时候呢 都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佛的最上位 这一个味啊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这个火会的那一个味啊 然后甘露满足啊 你的心都非常喜悦的 好 饭食以气 当愿众生 所作接拜 聚诸佛法 那么 当我们吃饭吃饱了 应该要做个回向或者发愿 希望所有的众生呢 所作接拜啊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啊 那么聚诸佛法 而且呢都是如理如法的啊 这个就是在《华言经》里面 写到有关这个饮食的这一部分啊 这个剂行品里面呢 有很多像这样 像这一类的这种发愿 我们很多人啊 不懂得如何发愿啊 那么你们呢 就可以去拿这个记忆品来看啊 他就会找到说 洛生高 洛生高路 当愿怎么样怎么样的啊 这个都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啊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学习怎么样发愿啊 第十七个祭寿 说异宪金莲花 齐烈烈针导灯啊 接下来呢就是要共灯啊 这个共灯呢 可以说是我们现在众生都非常喜欢的 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共灯 前途比较明亮就是 这是一点啊 这是一点啊 然后这一点 其实不是在于我们的前途 而是我们的智慧啊 所有的灯 在经典里面讲的所有的光啊 光代表的都是智慧 所以圣迦牧尼佛在讲宝华经啊 开始放光啊这一些啊 那一个都是表示他智慧 他的智慧啊 不是说真正的背后啊 点了这一个五叉点啊 然后就发亮了 不是这样子 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点灯啊 其实代表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心智 心智啊 我们的心智啊非常清明 心智清明 我曾经问过这一个 我曾经去见这一个 林老八 宏教的这一个宝王 这个以前的这个宝王 叫睡觉宝王 除了那一个 大家所熟悉的 有一个叫做睡觉宝王 他不常出来的 他老是在睡觉 但是他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 因为他睡修的是一种 叫做睡觉余缺法 睡觉余缺法 人家他不会越睡越不妥 他不妄一样的 那我去见他了 他就很喜欢打我的头 啪 我眼底他啪 一下就从我的头巴下去 可是我看到他就不打别人的头巴 他就喜欢打我的头巴 后来他知道说 他只打他喜欢的人 打他认为可交之常的 你这样讲才好想 我很有诚 对 那么他曾经 我曾经就问过 他有关一些问题 那他就拉着我的手 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的心啊 就像在墙上的这一个灯 那当时因为我早期去印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电灯还不是很普遍 所以都有点那一个蜡烛 或者是点油灯 那么这一个油灯 就有一个灯照照住 对不对 我好像看到你那边也有那个油灯 有那种一个灯架这样子 那个灯架在外面不是有一层玻璃吗 对不对 那个伦伦就讲 那个伦伦就讲 他说啊 我们的心啊 就像这一个灯一样 你里面的这一个我啊 点的再大 如果你外面的这一个玻璃 你不擦干净 光不透出来 这表示什么 你的心啊 你说你多好又多好 可是你外在的这一个行为啊 不是很无法的话 那你说你的心有多好呢 大家也不会相信的啊 这个心力也没有多大 所以这一个灯呢 在这个 这一个我们佛教的这一个供养里面 非常重要就是 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心智 代表的是心智啊 那么这一个用黄金把造的这一种 莲花高酒杯啊 你看到我师父这边 这一个就是这一种高酒杯 像造成佛教的这一种高酒灯杯啊 然后呢 排列非常整齐 里面呢 装有这一种香气四溢的这一种书油 书油 然后呢 里面啊 这个灯心呢 它也不是普通的这一种棉花的这一种灯心 它的这一种灯心呢 是这一种珍宝所成的 这个一定要有一根心啊 一根心 然后一根心这个才 这把棉花它卷在这一个心啊 这个锯 灯锯上面啊 然后用这一个来点灯来动佛 好 那么一切照明的所有的东西啊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来做观想做后表 所以不一定是点那一个灯你知道吗 你们明白吗 啊 现在都已经是什么时代了 还一定要去点那一个蜡烛灯 点那个油灯啊 不是 其实是可以点这个灯 那点这个灯怎么点 啊 钱交给常住道场 其实这也是一种宝宝概念 因为现在给这个蜡烛真的是不同的 然后给这一个灯啊 啊 我们就把这个钱交给常住 交给道场 哎 我这个是要交这一个月 这个电灯的费用 好了 我们常住的人就要知道已经 你这个月的这个电灯的费用 是某某人共了的 我们就应该在这一个开关的地方 推上一个回向条 某某人共了几月份的这一个灯 这个电灯啊 这个都是啊 算灯零共了的 算灯零共了的 这个就是让这一些啊 想要求求智慧 但是又没有那个多余的这个金钱 可以买那一个灯 或者是有的人啊 要买一部环保啦 灯 可是又很想点灯 那怎么办 那就可以用点灯 佼佼这一个电灯 这个电灯啊 除了这一个以外呢 还可以把太阳 把月亮 把星星都拿来供养 这个都可以的 不刮你毛钱 你只要观想就可以了 怎样你能观想呢 好 所以一切照明之物皆可观想 供养于诸佛菩萨的眼前 以如是共灯的福德 愿自他众生的心中 获得清界智慧的颜 对不对 灯代表智慧的啊 让我们的眼睛有智慧可以判断 好了 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啊 为什么要点灯 为什么要点灯 哈 好 我们先不讲这个 我们接着往下讲 往下讲 先讲这个 我先把这一个疑问丢出来 好 我们来看 在这一个有一部这个神域经啊 神域经里面呢 在这个第三卷里面有一个贫女烂陀 贫女烂陀 一时佛在社会国起宿己孤独园 二时佛中有一女人明月烂陀 贫穷孤独 起瓜之佛 就说这一个起宿己孤独园那边啊 有一个乞丐 这个乞丐呢 这个乞丐呢 非常的穷 非常的贫苦 每天所起得的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 起得这个钱 他不会给他们钱的 这个乞丐都是讨要吃的而已 那有一天他来到了这个 寂宿己孤独园园呢 他就看到 这个寂宿己孤独园园附近的这些 国王啊大臣啊百姓啊等等啊 到了帮国王的时候呢 就每个人手里捧着一盏灯啊 往这一个起宿己孤独园里面走过去 那这个乞丐就问他们说 哎呀怎么你们这一个灯啊 拿到里面去是要做什么啊 他们就讲说我们要去供佛啊 那这个乞丐你就听了就很悲伤 他说哎呀我一定是前辈子 造了很多不好的这种坏事啊 现在人想要供的我都拿不出来啊 好我明天呢我跟人家乞讨 我不要乞讨我吃的 我要请他们布施给我钱 布施给我钱 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去买油 好了隔天呢他就买去 就去到处去跟人家祈祷 人家呢一下公司给他食物的 谁会给你钱 所以他要了一整天呢 只要到一分钱 只要到一分钱 他就拿了这一分钱呢 到这一个卖油的这一个老板那边呢 去买油买油啦 这个老板讲说你才一分钱买到的油 我说这么一点点 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想拿去供佛 这个老板说你要供佛喔 好吧 那我就多给你吧 那兄弟呢 再送你一个油杯啦 你没有油灯杯 你也不能不可能说捧着这一个流 然后拿进去供佛吧 不可能 所以就给他一个灯杯啊 又给他一些油啊 都给他一些 好这一个呢 这个乱陀呢 就拿了这一支这个油灯呢 进到这一个 起书子屋里面去 然后呢 把他供余在佛的这一个金色面前 金色的前面啊 金色的前面喔 好了 这个隔天早上啊 注意听这一段喔 隔天早上啊 这一个 木建林呢 当植物生啊 木建林当植物生啊 不要把昨天晚上点个这个灯 因为天已经亮了嘛 所以所有的灯都要灭掉 不像我们现在啊 反复一点都点到14小时喔 白天天那么亮来点灯干嘛 所以有很多 我们佛教里有很多行为 真的有点奇怪 真的有点奇怪 不过你们也已经行之有缘了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改 其实白天可以用点灯的 好 那么这个 木建林啊 就一一的把这一个油灯啊 所有的油灯啊 这个油灯啊 排得很远啦 很多人才共凉啊 好一一的去灭灭灭灭 灭到这个浪灯这一盏油灯啊 很奇怪 用手捏 他等一下就咻 又来了 本来他那一盏灯也 只有小小一盏 不是那个油就点过 就没有消耗掉 把它灭掉了 他又来了 然后这个木建林啊 就用这一个 他的衣袖这样咻 这样子 哎 他也是 看起来好像灭掉了 哎 他又燃起来了 又亮了 好啦 这个神龙大师 江峰一口就看到了这一 这一场 这一幕啊 就来跟这一个木建林讲说 哎呀 任凭你有神偷啦 任凭你是神偷第一啦 你可以跑到海边去把大海的水全部都拿过来 来交这一盏灯 这一盏灯你也没办法灭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一盏灯是好心的购养灯 还有难陀 还有这个不失钱给难陀的这一些 不失女的这一些人 还有有好的老板 啊 所以呢 这种好心购养的这一个灯呢 你也是没有办法灭的啦 好 就这样子啦 好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难陀呢 他供灯的时候呢 他就念这样子 他就念这个祭寿 他说我既贫穷 又是小灯供养余佛 以此功德令我来世得智慧照 灭除一切众生够案 人家他不是只求他自己前途光明 他除了讲说自己得智慧以外呢 还有要灭除一切众生的够案 也就是要灭除一切众生的这一种愚痴 所以呢 这一盏灯呢 就变得非常的这一种珍贵啊 那这个时候呢 曼佛这个乞丐呢 在旁边就听到 释迦牟与佛对这一个目见人讲这一些话 这个曼佛呢 就非常的感动 然后就请请佛呢 允许他辟度出家 好 这个佛也允许了 而且跟他授极 将来 这一个曼佛呢 他要成就灯光佛 成就灯光佛呢 其实共灯的 这个我们现在那么喜欢共灯啊 大家要去明白这个意义 要让你点灯在 再点灯在干嘛 然后再回到我们刚刚师父问你们的 为什么晚上 这个又在这一个 这个深重疗房外面给的 蛤 蛤 蛤 起初几步都远 有这一个 有这一个 蛤 那深重 晚上就 这个蛤 里面就 好好的打坐 用功就好了 打坐也不需要点灯 点灯干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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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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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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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天黑啊 暗啊 看不到啊 所以要点灯 这不就很明白的道理吗 可是很多人就不敢对待 为什么 可能有更高 更好的答案啊 我们就是都是这样 所以 这个 这 常宗啊 常宗的回导 好 好 这一个就是点灯的这一个游览 点灯的这一个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一个 几宗 香腹地面上 散布月印花 说在这一个地 把这个地呢 打扫得非常干净 然后呢 还要让它平坦 无坑瓜 不可以有这个坑坑洞洞的 让人家走起来不平的 一定要非常平的 然后以檀香啊 以红瓜 哇 以红瓜 洒在这一个地上 这红瓜是很贵的东西啊 就表示说 以非常珍贵的这一些啊 然后把它泡水啊 变成香水啊 洒洒花啊 像印度人他们现在 如果有节庆日的时候 他们会在那个地上 画 画这一种图案 对不对 哎 都是这样子来的啦 不是画好看的哦 那个是什么 那个都有意义的 这个大地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心 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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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以我们的心为基础 这个大地就有如我们的心一样 所以呢 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啊 非常专严啊 因此就把这个大地呢 打扫到这个非常干净 然后用这样非常干净 然后还铺了这一个 这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一些花啊 然后呢 用这样的这一个大地呢 供养诸佛菩萨 然后愿至他众生 心中生起如大地的无提心 我们要修学佛法 要有根基 要有基础 什么是基础 就是无提心 无提心就是心地 心地 心地 心地啊 所以这个是受幼供养 那么以前呢 有一个这一个 这个供养大陆 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表法 很多都是表法的 那么心为断法之后呢 你要讲话 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是先起这个心念 先动心念了 然后心念生了以后 才能生一切诸法 就有如说 这个大地能生长出万物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心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这个大地般稳固的这一个菩提心啊 你如果依这个非常稳固的菩提心来修行呢 他长了出非常好的美好的这一些功德 可以长了出非常好的这一些功德 因此讲说这一个心地 心地 我们都非常清楚 这个十六阿罗汉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周立坦伯企啊 他生性五笨 非常的笨 那么他哥哥呢 怎么教他 他都学不来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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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立坦伯企啊 这个是凡果 其实他的名字叫做小鹿 小鹿 赛条鹿啦 赛条鹿啊 为什么 因为他妈妈在小鹿边生他的 他那个歌叫大鹿啊 这个阿罗汉里面要蹬他的 印度人很多的名字是这样子的 用自然之物来令你的 用自然 你看像西教人的名字也是一样的 达娃 达娃是什么月亮 尼玛 尼玛是什么 太阳 就这样 还有心地 心地是什么 诗 他们很喜欢用自然物来令你 用自然物 那么这一个小鹿啊 因为他非常的笨啊 哥哥大鹿呢 怎么教他啊 他都记不起来 哥哥早就开步了 可是这个小鹿呢 就非常的愚笨啊 好 那么哥哥呢 就很生气啊 哎呀 你这么笨啊 不可以呆在我们生团里面呢 你滚不去啊 这个小鹿呢 就躲在这个树底下哭 就躲在树底下哭 好 释迦玛就看到了这个木啦 释迦玛就想 就教他说 你啊 这个你来 啊 你以来还是来生团的 但是你就扫地就好 你其他你都不要去学 你就学扫地 但是扫地的时候呢 要念一个 要念一个名字 叫做 浮尘少垢 把所有的物垢都少掉 把所有物垢都少掉 把所有物垢都少掉 浮尘少垢了 那么这一个 这一个经历的走十天啊 这个小鹿呢 只记得上去 就不记得下去 只记得下去 就忘记得上去 就是这样子 他就记不得了 好 释迦玛一国又教他属行关 好 教他把自己的心来给安定下来 然后渐渐渐渐渐的 他的业障就休止了 某一天啊 他就在扫地扫地的时候啊 就获然开了 他就知道 哦 原来啊 不是大地章 是哪里章 我们的西章 我们的心脏了 你看到 你就会看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脏了 所以很多我们自以为的这一些东西啊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你看人家不如法 那一个不如法 这一个也不如法 事实上是你的心理的问题 明白吗 不要去挑别人的毛病啊 你这样去指责别人的时候啊 你一根 了不起两根啊 两根指责别人 其他三根是指责谁 自己 自己的问题多过别人的啊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小路呢 就因为这样子扫地了 然后他就开户了 他就开户了 后来呢 他就 他成为十六阿罗汉 而且呢 这个他所成就的叫做 不导义 不导义 第一了 也就是说他所说的法呢 不连法 他所说的法 不连法 叫做不导义 第一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第十八个 要用这一个宫殿 要用宫殿来供养 这一个诸佛菩萨 那以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们是不可能 有这一个福报 可以盖宫殿来送给这一个 这一个诸佛菩萨 对不对 我们不像这一个 这一个寂寇徒长者一样说 哎呀 用这一个黄金出币 买下这一个寂太子的这一块 这一个寡人 来送给这一个释迦皇宫 我们不可能 那怎么办呢 这里是人家教你们 这里 我们先列出这一个寂寵 说 宫殿阳战歌 玄珠药光丽 无量元空是 异宪大悲祖主啊 那么这个非常非常 水灿的这一个珍宝呢 所成的这一个不思义无量空 什么叫做无量空 就是非常大的这一个宫殿 非常大的宫殿 那非常大的宫殿 这个空间是不是就大了 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啊 是不是比以前的空间大 是不是比以前的空间大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比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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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大 比以前的那一个还要大 所以越是大的 越是大的这一种空间 它所容纳的这个空间就大 所以这个无量空其实代表什么 空 哦 代表的就是空啦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用这一个代表 再用这一个非常美 非常这一个 这一个广的这种无量空 然后呢 供养诸后菩萨 而且无量还有天女们 用这个悦恶的声调 要来唱歌赞颂诸佛菩萨 身与义的功德 为什么这个身与义的功德啊 赞颂 因为空间这么大 然后身与义的功德 就是充满在其中 嗯 这个都是做表象的 这个做象征的 表示诸佛菩萨 他们的这一种心量 啊 他们所证得的这一种量 都是非常大的 身与义的功德都是无量的 都是无量的 那么以这样的这一种功德呢 愿致他众生未来能进入无上解脱程 啊 进入无上解脱程啊 好 在这里面呢 因为是空性的关系 所以没有一切正德的束缚 好 那么这个就是无上解脱程啊 好 那么刚刚我们也讲说 我们一般也是不可能有这一种这样的福报说 好 可以盖这么大的这一个宫殿啊 好 来供养佛 那么怎么办呢 好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什么 你们吉隆坡的那个双方塔 好 双方塔 好 旁边来的这个是什么 啊 中国的索立邦 还有那鸟巢 还有呢 澳洲雪宫的时候 那个音乐 还有那个剧 他们的这个国家剧乐 还有呢 杜拜的这个帆船 帆船建筑 这一些都是世界有名的 非常大的这一种宫殿 你说 哎 师父 我们拿这个宫殿顾佛啊 这个是有准顾啊 我们怎么够 没有办法 但是你看过以后你知道那个形象吧 你知道那个形象 那你就在你的脑海里面 生计这样的一个形象 用你脑中里面的这个形象去做共勉 诶 非诱吗 你看 这样的功德有多大 如果说 哎呀 师父 我不懂的什么叫我关系啊 好 没有关系 我们看这个法华经里面 法华经里面讲说 若遇旷野中 基土成佛庙 乃至童子戏啊 聚上为佛塔 无事诸人等 兼语成佛道 好 就像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 在这个沙堆玩游戏一样 你把它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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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小堆了 这个一堆啊 其实也没有多高啦 然后你就讲说 哦 这是佛塔 来 我们大家来绕塔 小孩子就手拉扫就很高兴了 就绕着那个沙堆这样转啊 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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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已经就是供养公殿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家里面自己的家 当然会是供养公殿啦 可是如果说我们有这一种不报 要带新房子啦 或者是我们啊 你们看你们的那个 那个 你们那个 你们有的人的房子外面 都有另外一栋红色的那个 你们叫什么 土地公啊 放在哪一栋红色的 红色的 辣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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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看到你们 这边的人很多人都会在 自己家人外 然后你都黄色红色的 那就是乙公 乙公有明明的 乙子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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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乙公公 乙公公 不管乙公公也好 乙公公也好 乙公公也好 通通 没有那么好 都真的 你就假想那一栋房子 就是五两公 还有就是要共活 你把它放空空的也都无所谓 为什么 你不一定要去共挡拿着弓 也不一定要共挡进弓 你就把它放空空的 你就观想 那一个是一栋无量弓 就是要共挡诸佛菩萨 就是这样子 像这种都可以的 这一切都可以的 这一个就是共挡弓殿的这种 接下来第十九歌说 金炳春宝伞周边最美是 行妙观而行常展共诸佛 接下来就用这个宝伞共挡诸佛 这个宝伞或者是说狮子座 狮子座 我看我们这边也没有狮子座 还有我们这边佛 祂所做的是莲花座 有个佛像其实是终于佛的 佛像它底下会是狮子 一头狮子的 我们这边的佛像炎花座 好 那么像这个宝伞 我们这边有没有宝伞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伞的概念 这个上面这个圆的这个 就是一个伞的概念 好在这里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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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 这个就是宝伞 这个宝伞 为什么要用这个宝伞来供佛呢 过去 伞 这一些伞 只有用在贵主 是贵主才能用 那那 释迦摩尼佛上高一天 对他们母亲说法以后呢 在这个趋云城这个地方呢 从这个天堂这样走下来 这个时候呢 这个天人啊 天人他们就称了这一个 代表这个贵主 代表贵主的这个山啊 称的 然后呢 这个释迦摩尼佛引起回这个世界来啦 所以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只要是我们佛教有这个大法会啦 要引起这一些高僧大德啦 那么一定都会有一把伞 有一把伞 看看 你们看看能不能看得到 有没有 那个他们引起导佛上啊 或者是这一些这个这个 寺庙的住持啊 要去办做什么法会的 一定都要有一把伞撑着 一定要有一把伞撑着 好 还有呢 这一个佛堂的上面也有一把伞 还有这一个 这个只要是佛堂上面就有一把伞 这并不是说哎呀 释迦摩尼佛或者是这个佛堂呢 怕淋鱼 不是 这个代表尊贵 这个是代表尊贵 所以佛法是世间里面最尊贵的 这个佛是世间最尊贵的 这个是这样的意思 好 这一个 然后呢 这一个伞呢 因为它可以打开可以收嘛 对不对 张直至如 屈腹众生 这一个一打开啦 表示呢 把所有的众生 庇附在这个神底下 它有这个作用的 所以这一个都是有这个代表的这一个意义 好 接下来 我们去看这一个 那么食物供养跟意变化供养的这一个比较 好 食物供养 实际的这一种物品的这种供养呢 这一个都是有限度的 因为它是物质性的东西 物质性的东西都是有职爱 有职爱的都是有它的体积啦 所以就算你这一个 不管你多有钱 你能供养的这一些物品 终究还是有限度 有限量的啦 有限量的 那么 意变化来讲呢 意变化供养呢 它可以无量无边的 你可以观想它无量无边 所以这一个就是说 意变化供养跟这个食物供养的这一个 这一个差别性啊 好 那么 如果说这一个世界财富不足的人啊 没有办法行大护士的人 或者是做大供养的人啊 你就会用这种意变化供养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么意变化供养一切能想像的这一些物品啊 你就能够做供养的 像这一个拉拔他们都有练那个 线曼塔 线曼塔 线曼塔里面啊 他们就要把这个什么麻啦 麻宝啦 这个牛宝啦 这个一切都献给这个祝福屋上 可是你没有看到他们前面拿牛跟麻出来 没有啊 他们拿什么代表就是那个豆子 还是什么这样杀一堆一堆 然后他就是暗藏这样子去做观想 就是这样子 用这样的观想方便 那么这一种意变化的这种供养啊 非很方便 你任何时任何地方 你只要坐下来 你能够静下来 你就有办法做这一个观想的话 那么你到当下你就可以做这一个供养啊 像有一次啊 跟祝福建 拜着我们啊 到这一个 拜他到我的家乡的那个温泉去 那要上去温泉的时候呢 经过一个亭子 经过一个亭子 好这个亭子啊 然后忍不坚就叫我说停车 然后我们下去走到那个亭子里面 然后忍不坚就讲说这一个沐浴供养啊 沐浴供养 沐浴供养你说我们的浴室 你要怎么观想说哎呦 它有多漂亮不漂亮 观想不出来啊 忍不坚就用那个裙子 他就想说啊 你要想我们家的浴室就是这样子的啊 有那个五五花是这样 它敲起来的 然后都有很多的这一些锤饰 像这一个 我们后面那个 上面的锤饰啊 挂了很多的这一些珠寒 用这些珠宝吧 串成一串串的 然后这样很漂亮的这样串起来 哇就在那边 马上就教我们做观想 就是这样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行相记住了 就像刚刚那个双峰塔也好啦 或者是这一个杜拜的这一个帆船 帆船饭店也好 你只要记住那个形象了 那你就这样子可以做这一个供养的 这一个都可以的 什么你手边即便都没有东西 你还是可以多供养 比如哎呀你手边没有东西啊 没有办法做供养 不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接下来就是月壁供养 那么这个月壁供养呢 又更方便了 这个月壁供养又更方便了 这个月壁供养呢 也不必你做观想 也不必你有什么实际的这一些物品 什么都不用 只要你心情好 你的心情很好 你用你的好心情 然后说出来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月 就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二十个季养 说其余与妙共物 月儿妙月依 愿喜有勤苦 月与克成柱 好 这个也是讲到说 听到音乐的时候啊 听到音乐的时候 我们自己听到音乐 我们觉得心情非常舒服了 这个时候的发愿 希望所有的众生啊 他们心中的这一个苦啊 也因为听到了这一个音乐啊 然后呢 他的这一个痛也就解除了 然后希望这个非常悦耳的这一个音乐啊 时常在诸佛菩萨的这一个耳边遥绕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诸佛菩萨能够长住世间 可以听到这一些所有世间一切美好的这一些 乐音音乐啊 然后能够得到快乐 好 第21个 唯愿珍宝花 如雨续降与一切妙花宝灵塔佛身上 那么希望由珍宝所成的这一些花啊 像雨一样啊 持续不断的降落在这一个啊 妙法啊 这个释迦王妮佛所说的这一些法啊 或者是灵塔啊 这一个塔啊 或者是佛这一个身上啊 那么这个也都是一种代表的这一个意识 也都是希望啊 这一个啊 代表佛心意的这一个塔 代表佛语言的这一个保保 那还有那这一个 代表佛的这一个佛身法身啊 那么这一个呢 能够长住世间啊 这一个都是代表这一个意义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 这里因为讲到塔 我们来稍微这个认识一下 我们这个印度有八道塔 那么一般西藏人他们会讲说 假设你这一辈子呢 能够这个八道塔 你都去朝圣过了 你不会多恶到的 你不会多恶到的 好 这个是这个西藏人他们很相信这一点的 拉法他们很相信这一点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塔 叫做连聚塔 这一点 第一个塔叫连聚塔 那么这个就是 尼伯尔 尼伯尔伦比尼人 伦比尼人 现在是长那个样子 白色那个样子 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很破绝的 我在他还没有改建之前 很旧很旧以前的那一棵 我就已经去过了 那个塔上面都长了一棵大塔 那个大菩提树 后来因为那个菩提树 会把那个房子给给 怎么讲说 撑开来了 裂掉了 对 裂掉了 树根长边去了 裂掉了 对 那个塔就倒掉了 然后呢 这那个塔 原本的那一个塔 是浸泛王盖的 浸泛王纪念 这一个西达多太子 在这里出生 所以就在这里盖 这一个塔 所以由这一个塔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西达多太子 是在这一个地方叫生的 是在这一个地方叫生的 好 这个是 这是很宁愿的这一个连聚塔 第二个呢 就是菩提塔 这个是菩提盖 菩提盖的这一个大绝塔 这个是纪念 这个佛陀降伏四摩 大测大物 在这一个 菩提树下降伏四摩 大测大物 什么是四摩呢 烦恼磨 五因磨 死磨 还有天磨 大家听到磨呢 都很害怕 事实上呢 你看看 这四摩里面 烦恼磨 就是我们的贪真痴 贪真痴在哪里 在自己心里面 好 五因磨 五因磨 因为会折磨我们人 什么叫五因磨 就是五蕴 五蕴 让我们非常痛苦 这个摄身 摄瘦小形式 搞得我们非常痛苦的 这五蕴 好 这个五蕴呢 能生一切苦 所以这个五蕴呢 也是折磨我们 所以叫五蕴磨 五因磨 好 死磨 死磨 大家也都很害怕 因为它会断人命根 它会断络我们的命根 然后还有天魔 因为这有一些天 有一些天 天上的这些天人 这种脾气比较不好的 或者是比较容易嫉妒的 就是阿修磨之类的 然后他们会嫉妒人的行善 所以他会来干扰我们行善 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这四摩 那么释迦梅果 在这一步 这四摩 这个大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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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祈拜 这个四摩 这个大侧大陆 但是现在 现在的那一棵图提树 不是原来释迦牟尼佛在那边打坐的那一棵树 已经不是了 原来那一棵树被阿律王的太太给弄死掉了 因为阿律王后来呢 他学佛了以后啊 时常到这一棵树下 去赔这一棵树啊 因为他只要赔这一棵树 他就觉得哎呀他好像跟佛统在一起啦 这个阿律王呢 这个阿律王的太太呢 他就吃醋 吃醋啦 说哎呀我先生不陪我 老是陪那一棵树啊 就很生气 然后就假装说他也要去照顾那一棵树 就拿了牛奶去浇灌那一棵树 可是这个阿律王的这个皇后啊 这个心肠还不好 她把牛奶先煮熟了 煮热的 热热的拿去浇灌那一棵树 你说它能活吗 一定死掉 所以那一棵树早就死掉了 但是那一棵树 原来那一棵树的这个 第二棵树在斯里兰塔 好所以现在这一棵树呢 是差不多才八百年 是八百年吗 还是四百年左右啊 我忘记了 大概就是才差不多这样的年纪而已 那么这一个是讲到 零巨坛跟这一个菩提塔 接下来我们讲这一个法轮塔 这个就是鹿野院 鹿野院为吴比丘说法 找斯里法轮的这一个五品丘塔 还有呢第四个就是这个神殿塔 就是在瑟利伯 瑟利伯这个郊外呢 有一个纪念 是将为吴比丘在那边降伏外道 六师降伏外道的这个地方 经验 经验的 这个塔呢 已经都是 这一个 大概已经都快 快没有 你看我们现在等可以上去 踩到它的这个上面 其实原本是很高的 原本是很高的 然后现在慢慢慢慢的 不知道是被土填上的呢 还是垮下的 不知道 这个目前还没有回复 好这个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第四个塔 我们影片再继续讲奇遇里的四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